就是我發現,我們今年的港姐不單有國民舞者,有港人家,還有動物傳心師,就是Yvonne Yvonne大哥,你幹什麼呀? 2024香港小姐的一班候選佳麗,日前出席活動,又分享早前拍攝節目的感受 去到8號盧凱怡分享的時候就突然爆肚,透露7號秦記文竟然是動物傳心師 甚至我發現到他跟蔡班的舊狗,知道他們想說什麼,當時跟他們聊天 她說你是動物傳心師,可以多說一點嗎? 是我很喜歡小動物,我家裡也有養一隻狗 平時牠可能很肚餓,或者很想出去玩,牠會叫 我是懂得去聽,懂得去分辨,不同的叫聲是想做什麼 那隔壁倫姐的狗,你也聽得懂嗎? 是 雖然說只是聽得懂狗的叫聲,但如果寵愛屁股開拍第二輯的話 除了可以找周家樂飾演汪星人,看來真的可以找Yvonne客串一下 而問到有沒有介意在台上被人爆秘密,她就表示完全不介意 覺得沒什麼,好玩,我們大家都很友善 所以才能說到,我們真的很友善,所以才會說出來 不是用來是什麼,是不是很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